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将这个积分理论 积分的性质弄出来 那然后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结果呢 事实上就是帮忙我们当初去证这个所谓的微积分资本定理 还记得微积分资本定理的时候呢 那个我写是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那是这个F如果continuous在AB 则对于这个开区间来说 那个微积分积了以后再为等于自己 积了以后再为等于自己 那其中我们有两个Factor 那个时候我们用了两个Factor 第一个是A的X加H呢 F的积分呢 是等于AXF再加X到X加HF 这里就在我们的证明里边呢 我们是用到这个事情 我们将这个一个长的积分拆成两个 这个当然在大家去年学微积分的时候 当然会很熟悉 但是我们现在很严格的去看它 从面积的角度当然就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黎曼河啊 或者是这些Upper sum、Raw sum 这个架构底下这样就OK 就是我们的问题 第二个这个是更... 我不写这个名字 我先不写这个名字 那是这样子的 是如果F是好的话 现在F是连续 那我的FxDxAX到X加H 这个小小的区间 是可以写成一个Fc乘以H 是等于这个C呢 是betweenX和X加H 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假设X大于0 所以呢 这个小区间的积分 是相当于就是 它的某一个值 乘以这个所谓的隔间 那那个图呢 是非常直观的 就是你一个XX加H 是这一段的面积 我说会有一个 这个段的面积 事实上就是等于某一个 某一个长方形 那个底的宽度呢 就是这个H 那个高度呢 就是某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呢 这条线呢 就会跟这个曲线 这个函数的曲线呢 会有相交 然后这个点呢 我就叫C 所以我们这个面积 这个黄色的 这一块的面积 确确实实就是 Fc乘以H 那我们就说 这样子的一个 长方形的面积 应该是要等于 这个F在这一段的面积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呢 叫做所谓的 积分均值定理 Minimal Theorem for Integrals 今天我们要证这个 那个时候我们没证了 我们就用了 那 那个证明事实上就是 我们将那些 不等式这些东西呢 给它搞清楚 OK 那 好 我先从这里出发 这里出发 我们今天就给它完成 那这个是 我先从这里出发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定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AB是一个区间 现在我有一个函数F 我要求的是所谓的曲线底下的面积 事实上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左方 中间我如果加一个点叫C 这个C点可以某一个角度 就是将这个整个图切成两片 左方的那片的面积 就是A到C的积分 右方的面积就是C到B的积分 这样子当然是非常直观 就是说两个面积合起来就等于 F的面积 那这个你怎么猜都是会觉得它对的 那现在我们由于Integrable的定义 由于这个面积的这个精确的定义 有没有跟我们这个直观图画有吻合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我们要验证它 我们要验证它 那当初我们的黎曼河 Apposum-Genoa什么这个定义如果好的话 当然这些直观的东西就是要对 否则就是说 这样子才是一个所谓的漂亮的理论 那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 从直观弄成一些基本的架构定义 然后利用这些架构定义 我们可以将其他的一些直观的东西 都能够验证清楚 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理论 所以我们的命题是怎么样子 就是 NF在AB上Integrable的话 弱且为弱 它在AC跟CB都是Integrable 就是说这三个积分 左边的积分可以讨论的话 弱且为弱 右边两个积分都可以讨论 那然后其中一个对的话 那这个就对 那这个对的话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fact就是成立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证明 当然也没有什么很难的 这个证明事实上是 简单虽然写出来 写出来是有点烦 那但是呢 idea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干脆就是 考虑AB上面的 任何的一个partition 任何的一个partition 说任何也 也不大对 我Integrable的话 假设它是Integrable的话 我干脆就是考虑就是说是 那个regular partition 分成N片 分成N片 那如果它是Integrable 当然就是 upper sum减弱 sum对于这个pn就是要趋向零 叫boost定理 那 然后我要说 这个upper sum减弱 sum事实上 这个f跟pn 如果这个c刚好是落在中间的一个点 那upper sum 那如果光 这个所谓的整个的omega 整个的这个 omega呢 事实上就是等于 左方ac上面的upper sum减弱 sum 加上cb上面的upper sum减弱 sum 可以吗 这个是omega f的pn 事实上是等于 左方是 f限制在ac上面 我叫做所谓的pn' 加上右方f限制在 这个observation呢 事实上就是 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它是等于upper sum减弱 sum upper sum我可以将它拆成两片 一片是在左方的sum 一片是右方的sum 弱 sum也是两片 左方的sum右方的sum 那就会变成是 这个 我的意思说 这个是等于f的 限制在ac上面 的pn' 再加upper sum of f限制在cb上面的pn' 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堆的mi summation delta xi嘛 那我这些delta xi我分成左方跟右方 给它合并就OK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边也可以分成这个l 那这个u减对见的l就是这个omega 是这样子 那如果f限制在这个去向零 那这两个当然要去向零 这两个都是正的东西 那它必然要去向零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那一个一点点的technical的问题就是 你的c你的那个regular partition切下来 为什么这个点刚好是c 不一定的 c是要任意的 那当我的m变的时候 这个切的点都不一样 你怎么样保证这个是c 那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变化 就是 我不是完全是考虑这个regular partition 我考量是一个 另外一个partition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regular partition里边 我保证 我再加一个点 就是pn是等于regular partition union这个c 如果c在里边的 根本就一样 没多没少 如果c不在里边的 我就加一个点 那达布斯丁里说 如果我的gap是去向零的话 你这个东西就是要去向零 就等加于integrable 那现在我多一个点 当然 那个所谓的norm 就是要去向零 我再说一遍 达布斯丁里说 integrable是弱且为弱 对于任意的partition 它的norm去向零的话 这个 omega 就是要去向零 那 所以 事实上做完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写一写这个proof 这个 by the boost 定理 我先recall一下 就是f是integrable on a b 是if and only if 就是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pn 我们有呢 就是这个omega的fpn 是去向零 对于任意的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pn 只要它的norm是去向零 则对照的那个omega upper sum减弱 sum 就是要去向零 那 这个是 达布斯丁里的第二个 第二个项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个 我们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 那原则上它就是我的regular partition 但是 应该这样子说 它是我的regular partition 加一个点 是这个样子 所以let这个pn就是等于 the n个regular partition 平均的 将ab这个区间 给它平均的分成n片的 那个partition 我就是 define pn就是等于这个 加这个c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refinement 事实上 你怎么看都可以的 你用refinement来看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东西是要去向零 这个东西当然要小于等于 这个sequence的 那个norm 是小于等于n分之b-a 它比这个pn更多一些点 所以两点近的距离不会比这个大 那所以它是受炼的 那因此呢 我的就是这句话呢 就成立了 就成立了 那我现在呢 就令这个pn' pn'是等于pn交ac 是所有的pn里边的点 它只要在ac这个区间里边 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在这个pn' 那pn'的double prime就是等于pn交这个是cb 然后我的f1呢 就等于我的f限制在ac 我的f2呢 就等于我的f限制在cb 这些都是定义来的 方便我们做这个 做下面的那些论据 那很明显就是说 我的pn'就是等于pn' 跟pn'double prime合成 对这两个集合 这两个点级 它们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除了它们都含有c这个点 这个点级的所谓的右端点 最右的那个最大的点 跟这个点级最小的点是一样的 重合 那我的所谓的upper sum 就是等于所谓的summation的mi delta xi i是从1到n 可能不只是n个了 因为它有n加一点 所以我这里呢 我反而不写可能会更好 它有可能是n个 有可能是n加一个线段 但是这些线段呢 我都可以分成 它有一部分是在ac 有一部分在cb 所以呢 很明显就是说 它是pn'的upper sum 跟pn'的upper sum 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核呢 我可以切成两部分 那就是在f1的部分 或者是在ac的部分 跟在cb的部分 那同理呢 那同理呢 我的l呢 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等于 low sum 再加f2的low sum 因此 因此我的upper sum 减弱 sum 就是这个 omega的pn 就会是等于 这边的upper sum减弱 sum 就是omega的f1的pn' 再加另外一个upper sum减弱 sum 就是omega的f2的pn'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个重要的式子了 那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整个图画 就是从这里这里看的 所以我们知道 要注意就是 你这个 你这个是正数 都是大于等于零的 这些都是大于等于零的数 那就很好办 那 所以我的f是integrable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 onab 是弱且为弱 是不是 是弱且为弱 我的omega的f的pn 是趋向零 当n去向无穷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写limit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sequence 这些omegafpn写得有点繁杂 但是它就是一堆实数来的 它就是一个实数的数列 是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去向零的话呢 那这个从一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右边两个也要去向零 因为这个数 它每一个都比这个小 而每一个都大于等于零 所以你squeeze定里呢 就知道就是 它每一个 从这个 我先看一方面 从这个一这个狮子呢 从一这个狮子 我就知道就是说 右边 这个也要去向零 这个 也要去向零 或者是我们写一个both 两个都要 都要去向零 是不是 用squeeze定里 你就看到 是不是 那返回来 当然就更简单了 这个是一个an 这个是bn an去向零 bn去向零 那an加bn是怎么样子 当然也是去向零嘛 所以返回来 当然也是对 因为这个意思只写得那么清楚 一堆正数 那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sequence 去向零的话就够了 就 我就是保证就是说 这个F1跟F2是integrable 是不是 那这个当然是 又是dubush 那F1是integrable 就是看它的集合是在哪里 那当然就是 就是这个AC跟CB的集合 That is not 就是F is integrable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更简单 又是dubush 我们有这个 这个积分呢 就知道 有这个2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所以 那个AB呢 F呢 就会是等于 我的limit的upper sum 是n去向无穷 好 dubush说 如果你的oxalation 你的omega F呢 是去向零的话呢 你的upper sum 或者是你的luer sum的limit 正好就是我的积分 好 那我就是可以用bydubush 那 然后我的2师呢 就是说 这个是 也是等于 我这个F1的pn' prime再加 F2的pn' 的limit 好 那各自呢 都是有limit的 因为 这两个也是可积的 而这个limit是什么 就是等于 AC的F 再加CB的F 做完 这个 就是说 来到这里呢 就很简单 你看到 我们前面那一段呢 都是讲 可不可积 可不可积 现在呢 还开始到 就是说 更核心的地方 好了 你可积了 积分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 非常明确的 一些等式 可以走得出来 好 这个是 定理4.13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 这个定理4.6 要谢谢同学提醒 我这个东西呢 还没证 那我现在呢 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给它证明 为什么是11个时候 因为事实上 如果这个C是一个不好的点的话呢 那 为什么我们 我们会想着要给它切开两片 往往就是因为这个C可能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我的 我的积分 我的积分是AB 我的函数呢 在左方一片呢 是一片好的 在C的右边呢 又是一片好的 可是呢 这个C可能是不连续的 是这样子 那一个所谓的断层的 是这样子 那这里呢 一开始就大概有假设就是说它是可积的 那怎么状况是可积呢 比如说这样子可不可积呢 这个是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它是可积的 那我这个公司就用得上 那我就可以将它分成两个面积来看 是这样子 那每一个面积呢 搞不好我们都有一些公司 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 我们有一些公司就算出来了 那现在就是回去一个所谓的 比较所谓的根本的一个状况 万一我这种出现 它是不是可积的 那我们就说 对 而且如果你有有限点 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有有限点 就是我们这个图 你切着切着 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 如果是真的是可积的 你其他 就是说你大部分地方都是连续的 除了有限点是可积的 那我们可以 当然是可以把一个remark 就是利用我的4.13 我这个AB呢 F呢 这个积分就会等于各自 这些不连续点的积分 刚好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做 对不对 我们你去年做这些微积分 或者是甚至说限积分的时候 那你碰到一个函数 他比如说你的fx 你有三段的 他是x当0到1的时候 那然后他又是x平方到1到2的时候 然后呢 他又是x的五方 2到3的时候 那你怎么积 你怎么找出这个所谓的曲线底下的积分 你就是将它分成每一片嘛 然后呢 各自去求 求完 合起来 就是我们 所以是 事实上是用到4.13跟4.14的这个 这个 这个看法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就 我们当然是一个最有效 去讲这个可及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integrability criteria upper sum减 low sum可以任意效 是这样子 或者是我们的AR定理 好 那当然那我们现在有n个点 有n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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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们知道呢 大部分的地方 它是连续的 那连续函数是可及 可是呢 你有n个点 是不好的 有n个点 是不好的 那 怎么样可以 涉及到有一个partition 然后upper sum减 low sum 是可以小 是这个问题 那 你这个AB 假设我现在呢 就是 假设我中间呢 有 有三个点 Z1 Z2 Z3 那你每一片呢 你在这里如果有什么切割的话呢 因为你这个是连续 所以 我们前面的定理已经告诉了 连续就可及 所以呢 以这一段的upper sum减 low sum 是可以控制的蛮小的 那 但是 Z1是一个不连续点 比如说 Z1如果是在这里 这个是Z1 那 你这边都很好的连续 可是在Z1这个点 你就跳上去了 就不连续了 所以我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它 就是说 这个利用连续函数是可及这个事情 只能将Z1 就是说 只能往内推一点点 比如说 Z1小一点点 这样子呢 它这个就是连续 那就 你可以一定有一个partition 是弄小的 所以呢 在内部呢 都是蛮好的 但是在端点那个地方呢 一碰到它 就可能会有些麻烦了 但是没问题啊 端点只有N个 比如说 我这里只有三个 那 你的F是 大前提是 F是Bounded F是Bounded 那 所以它的高度 任何点的高度 你的大Mi跟小Mi 都是有限制的 都是有限制的 那我们的 这个整个核呢 就是 只要我设计的 在这些C2 C3附近 找一个 找 找一个partition的 里边的一些点 我多加一些点进去 使得 这个宽度 跟这个宽度 跟这个宽度 都很小 那这样子的话呢 无论你是怎么跳跃 比如说 你这个宽度 是两个delta 那 那你的 你的F呢 是 小于M 你是Bounded 所以一定小于等于M 所以你顶多 就是大M 跟负M 的差异 你这里断层 顶多是大M 跟负M 的差异 所以呢 那个大M 减掉小M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你这里有三个 那普遍来说 你可能有N个 所以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些partition 就是 这些红色的 Upper sum 减落 sum 红色这部分的 Upper sum 减落 sum 而delta 是 一个小数 就是delta 相当于就是说 它的宽度 两倍的delta 就是它总宽度 那我 可以将delta 弄小一点 使得它小于 譬如说 半个epsilon 是不是 然后 其他地方就好了 其他地方是连续的 总共有几块 这里 譬如说 一二三四四块 那每一块呢 我又可以 设计一个partition 它 八分之一的epsilon 每一块 小于 八分之一的epsilon 那然后 总共有 一二三四四块 所以这里 又另外一个 一半的epsilon 合起来 一个epsilon epsilon是大 我这个delta 可以弄得大一点 可以大一点 也可以 delta小 epsilon小 我delta也是小 所以 任何的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 一个 整个ab上面的partition 它是一个组合来的 你看 譬如说 刚才我们的pn跟pn prime 是一个组合来的 pn prime跟pn double prime 合起来 使得 appersum减多了什么事 是这样 那这个定理就做完了 那大家 事实上 在 应该是 上星期教的 那个作业 对不对 也是有一个 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 那个函数 在0那个地方 有一些不好的点 对不对 它大温都是0 那但是呢 在0附近 只有很多都是 很多点是1 那你也是 你就是 在0附近 拿一个小的partition partition 小的一格 这一格 事实上 就是可以控制了 这一格 就是包含着 无穷多个 大部分的 不连续点 那些等于1的点 而这一格 你可以控制得很小 剩下来就是有限多个 那就像我们这个 这种delta的这个技巧呢 给它 封住 那外面的都是好的 不是吗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 这个epsilon可能很小的哦 10的 负25之方 这个无穷为量 就是这个意思了 你可以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画出来 画成这个样子 也是可以去 去分析它 那 那个 底下的宽度 这个就是 这个宽度就是 这个宽度就是 两个delta 长度 就是两个delta 然后高度 顶多就是两个m 所以 每一个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不超过4mdelta 然后你有m个 在这里是三个了 在这里是三个 那 我的 对 我等于我写得更完整 我这里就是 只是一个 现在是粗略的 我们先 先讲那个idea 事实上 每一个证明 我们看书是这个样子的 书都写得非常工整 那我们看书的时候 要将它的图画 给它画出来 它是问什么问题 那 然后 当你搞清楚它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 有一个翻译的过程 现在我们上课的 我们会有一些图画 那你要记是记什么 你当然记这个图画 你不会记书上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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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藏 藏得不得了的东西 那你当然是记这个图画 然后你有办法将它 翻译成文字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是将 刚才所讲的 这个精神给它 一步一步的给它 实现出来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我要先将 这个m呢 假设这个fx呢 是 每一个fx都小于某一个大m 固定的大m 那 然后 我这些ce到cn 事实上可以是端点来的 刚好在端点 譬如说 我的 我的 我的a 的定义是这个 然后其他的点 从01 其他点都是 都是固定的一个常数值 那你的不连续点 就是在0那个点 这个是有可能的 可是那个分析的方法不会差很远 我们呢 现在就所谓的 我们就给它简化 我就是let a小于z1 小于z2 我们的假设呢 这些不连续点都是内点 这样子讨论起来呢 是比较简单的 好 所以呢 我事实上要设计就是 有一个delta 事实上 这个区间是什么呢 这个区间就是 z3-delta z3加delta的一个区间 这个红色的这一横 是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那 我的delta 基本上是一个小数 epsilon大的时候 delta可以大一些 但是也不能太大 因为 我不希望就是说 这个红色的区间 跟这个红色的区间有什么交集 它们要分开来 对不对 那 所以一方面 它们要小 合起来要小于 半个epsilon 那 另一方面就是 它们 我不希望它们太大 那没有关系 因为它们小一点的话 是OK的 反正都是小嘛 所以 那个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 我就是 这个算是第一步 对于 所有的epsilon大于零 我就是 这个delta呢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设计 就是要设计到 这样子 我这个 这个delta呢 这些都是technical的 都是技术性的问题 我不希望 这个Z3-delta 会超过这个Z2加delta 会小于Z2加delta 所以呢 我说 它 这个delta呢 那个大小呢 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一 我连一半都不要 就是 我将这个现代分成三分之一 你的delta不能 你的Z3-delta 不能超过这个 这个绿色的点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3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实际上可以 可以宽松一点 但是 都没有关系 我除三 反正就是一个数 反正就是一个数 那 重要 所以 这个右边的 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那 重要是这个 这个就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做 来做这个设计 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delta 就是这堆东西的 更小的东西 那我就 take一个 所谓的 p star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我的 Z1-delta Z1加delta 这个是我第一个partition 我的partition呢 是一个一个这样子 加上去的 那Z2-delta Z2加delta 一直到 Zn-delta 那简单来说 就是我这些 红色的 这个底下的端点 左端点 右端点 Z2的左端点 右端点 Z3的左端点 右端点 就是我的 这个p star 总共有2n 2n那么多点 2n points a set of 2n points 那 好 我就 let 这个J呢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我这些 端点的 我这些 这些红色区间的 的那个连级 这个连级 我叫J 那 我的 我叫 我叫FJ吧 FJ呢 就是定义就是 F限制在J上面 是这样子 则我就有呢 这个是 FJ的 p star FJ 这个函数 对加于这个p star 来说 那相当于 指出是 它的upper sum 减掉 是这样子 那 我们知道就是说 upper sum不超过大M 如果 sum 不会小于 负M 所以总共呢 就是 两个M 就是刚才的那个 那个做法 宽度是 两个delta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核 i呢 是从1到n 所以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四个 M N delta OK 然后 我这个设计 我的delta的设计 就是要小于等于 二分之 epsilon 我这个叫e吧 这个e呢 就是在这里就用上了 OK 然后 所以这个只是一部分了 第二部分 在每一个所谓的subinterval subinterval 我叫做i i定义呢 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zi-1加delta 到zi加-delta 好 我现在呢 接下来呢 我就要考量 譬如说 这个 z1加delta 到z2-delta 这个部分 这个呢 就是我的i2 好 那 这里呢 就是我的 这里就是我的i3 好 是这样 那 左右两个i呢 是 这个i呢 是从 2开始 一直到n 好 那 我再来一个i1 是定义就是从a到z1-delta 我还有一个in加1 就是等于从zn加delta到b ok 然后 然后 我就 然后呢 要定义就是说 f的fi呢 或者是f小j呢 就等于f 限制在ij里边 j是从1一直到n加1 每一个fj呢 在它对照的区间上面都是连续的 each fj呢 是continuous on这个ij 所以利用前面的定理呢 就表示说 它是一定是 integrable 好 那 我将 这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a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应用上来 我就是 会有一个 partition p j 使得呢 就是我的 omega的fj p j呢 一定要小于 ε除以 我这里要n加1 2n加1分之ε 对照于 这个ε已经一早就给出来了 我们都会这样子写的 我不会在后面又写一个ε出来 这样子就不对了 ε给定出来 它是10的负20之方 那我就设计这个delta 设计这个p j 是这样子 ok 好了 那 这每一个小段都设计好的话呢 就给它所谓的整合了 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三步 就是 我的p呢 总的p来说呢 是等于 p star union 这个p1 union 一直到pn 加1 这些p j 或者是我这样子写吧 就是这个p j j是从1到n加1 我第三我在随便 就是我令这个p呢 是等于p star union 这个p j j是从1到n加1 那 我的 omega fp呢 就会是等于 我各个小区间底下的 这个 每一个小区间底下的omega 再加omega的f大j p star 这个j是从1到n加1 那 然后它是 在这个部分呢 它是小于 二分之epsilon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那 在这个部分呢 每一个呢 都是小于两个n加1 总共有多少个 n加1个 这个都是设计好的 所以 总共 合起来是 小于epsilon 所以 我这个填充题 最后填出来了 就是 给定了 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我就 通过一个过程 我就找到 有一个partition partition对照的 omega fp呢 就会绝对小于epsilon 那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告诉我们 f 就一定是可知 就是 byic f 是integrable 这个就是我们的命题 f是integrable on ab 好 我们先bray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 好 好 好